《掐絲髮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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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掐絲髮廊畫記傳承人李華 掐絲髮廊記 掐絲髮廊記 掐絲髮廊記又稱同胎掐絲髮廊 它已經有六百多年的歷史了 這種繪畫表現形式 它是以金絲或者銅絲為骨架掐出輪廓 然後填充上髮廊柚的一種形式 2003年我在一次展覽上 第一次看到這種畫 就特別喜歡 然後我就在2004年的時候 特意到河北倉州尋找 錦泰蘭飛翼傳承人張雅君拜師學役 跟他學藝四年 2008年我回到了新疆 創立了自己的掐絲髮廊記憶工作室 開始了自己的創作之路 掐絲髮廊畫 是將掐絲記憶轉移到畫板上的 特種繪畫藝術形式 他接見了傳統的 掐絲髮廊工藝中的掐絲 點燃等工序的記憶特點 2006年被國家列為 第一批非物質文化遺產 製作掐絲髮廊畫的過程並不簡單 前後需要十幾道步驟 全部都需要用手工完成 每一道步驟 他所用的工具也不一樣 比如掐絲 就要用鑷子做畫筆 將柔韧薄細的樣化鋁絲 畫成各種形狀 補色則是用點燃管為畫筆 再由絲圍成的輪廓中 填充天然的礦物油料 製作掐絲髮廊畫是一門氣質活 沒有捷徑可走 只能熟能生巧 你看這片荷花花瓣 面積只有一平方厘米左右 當中就會有十幾種顏色的變化 製作這一片花瓣 我得花一個多小時 而且必須全新的投入 所以完成小副作品 最快三天能完成 巨富的大型作品 可能要花費幾個月的時間了 傳承手工記憶的同時 也需要不斷地進行新的嘗試 新疆的山山水水 也源源不斷地給了我很多的靈感 比如為了創作沙漠系列的作品 我專門去了一趟庫姆塔格沙漠 從沙漠深處帶回來的西沙 純淨的可以當著顏料使用 我就嘗試將它融入了到了我的作品中 沒想到它製作出來的沙漠畫相當逼真 我的作品選擇新疆民族類的題材 像喀什古城 豐收之舞 牧民轉場 胡陽等這些系列作品 都是融入了大量的新疆元素 作品風格也做了一些大膽的突破 有的誇張 有的簡潔 有的寫意 有的寫實 有的質譜 還有的現代 這樣也更好地展現出了新疆風土人情 現在我對喀什髮廊畫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感悟 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 可以給這個古老的記憶裡注入現代 史上開放和具有活力的新時代的元素 讓這項傳承了幾百年的傳統的藝術瑰包代代傳承下去 也希望讓新疆的孩子們認識傳統文化 熱愛傳統記憶 努力培養出新一代的非遺傳承人 假數選擇 主題 社交方面 除了 這方面 除了